Hello,大家好,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看哪些页面,从而帮助卖家提高转化率 下面,是电商卖家需要实时查看数据信息的主要原因 确保网站正常运营 实时报告可以告诉你网站是否瘫痪或运转之后 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高跳出率可能意味着网站页面出现了某个问题 查看交易是否发生 如果发现访客量很高却没有转化率 可能网页上的行动召唤或结算流程出了问题 但是,实时分析法还有些喊为人质的用途 它们可以帮卖家更有效的提高转化率 了解广告是否面向真正的消费群体 查看访客来源 国家、都、城市、以及访客 通过点击哪个网站上的广告链接进入卖家网站 使用Google Analytics事件追踪功能 可了解参加某个特定促销活动的客户 是否被转化 快速更新产品来更好地抓住当前访客 如果看到大部分访客都来自某个地区 就可以更新热门产品产品来吸引访客购买 比如,一家卖鞋子的网站 发现有大量来自降雪地区的访客登录 就可以将冬靴放在网站首页上 查看访客是否点击特定内部链接 如果在登录页面创建一个自定义链接 可以用实时分析方式查看点击人数 如果点击率太低 马上更换链接上的词语 何时依靠实时报告 不管何时推出新广告或社交活动 查看实时数据分析报告 可随时了解各项动态 当品牌出现在电视上 或被某个著名杂志提及时 可通过实时报告帮助分析访客量 在YouTube上发布产品广告视频 实时分析帮忙解决客流量高峰期出现的转换问题 但如果随意使用实时分析报告很容易只查看报告 而忽略能够极大影响转化率的小事情 实时报告工具有大量在线服务和工具能够提供访客数据和行为的实时报告 一些可以提供类似Google Analytics服务 并一些可用作辅助报告工具 比如 Chartbit 是一款流行的SaaS软件及服务工具 加载速度很快 用图像的方式显示数据分析结果 每月只需10美元 就可以监管最多500万的网页浏览量 以Google Analytics容易理解 能够显示网页的访客量有没有下降 另外 它还能追踪视频访客量 对内容定位提出意见 以及如何调整内容和图片来改变观众注意力 另一个简单的工具是Sumon的Content Analytics 这项免费服务能够显示访客在页面真正浏览了哪些内容 如果想决定在哪个位置设置行动召唤按钮 这些信息将会非常有用 由于可以及时看到数据 卖家可根据当前活动 将添加到购物车按钮调整到页面的顶端或底部 一些注意事项实时报告工具 并不能取代研究短期报告和长期报告的必要性 卖家仍需查看与转化率和活动相关的周报告 月报告 另外 由于实时数据变化太快 并不是100%准确 有些时候 卖家需等尘埃落定后查看更精确的结论 总的来说 数据基本可靠 大流量网站有必要引进这项服务 但是 需注意 这些工具可能会导致卖家花费一些不必要的时间 比如 卖家在Facebook上发布一款热销产品 实时报告最开始显示页面的转化率非常好 情绪一激动 卖家可能就花费几分钟或几小时盯着这些实时数据报告 不停 十字幕以为新闻 也认为elo 开放 一瓶 一瓶 一瓶